一年一度由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举办的偶像主持人大比拼在此来袭 韩大校长马国辉表示 2018年偶像主持人大比拼有别于网民的赛事 即获得教育部承认为全国性活动 只进入半决赛的45名入围者可获得课外活动分数 他说韩大是全国唯一举办该活动的大专院校 已发掘潜在的明星主持人 此外,韩大也将在今年加入绿色屏幕报道新闻的环节 让参赛的学生有机会体验韩大的最新配备 而这在大专院校中是一个先有的设备 该项比赛的试镜活动将于3月30及31日 岛上90至校50在韩大举行 公开与中3至中6的学生参与 此届偶像主持人大比拼主席蔡振元表示 学生将在试镜活动中扮演新闻播报员 电视主持人或网红的角色 希望从中寻找具备个人特色的潜在媒体明星 他表示为了让参赛者吸取宝贵的经验 韩大特邀业界专才及八度空间新闻主播叶建峰 MDV7主持人陈力挺及RTM新闻主播杜瑞铭 担任决赛的庭审 参赛者可在试镜时以马来文中文或英文呈现各种角色 主办单位将从中筛选45名参赛者进入复赛 并参与培训工作坊等 在决赛当天胜出及晋级的决赛学生将获得总值高达21万7千令吉的韩大奖学金 此外 主办单位也将颁售最佳表现学校奖与参赛情况热烈的学校队伍 有兴趣参加的学生可通过以校王志 或与试镜当天前来韩大报名参赛 韩市新闻记者台广报道